这个监狱可不是一般的监狱 这里的犯人没有男女之分 丝毫没有隐私可言 不仅如此 只要被抓到这里来 就别想着出去了 因为就算是点狱长同意 下在围墙上的旋转机枪 也不会同意 用点狱长的话就是说 只有尸体才能从这里出去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不然被他盯上 我可不管 年轻漂亮的翠花 刚被抓到这里 狱警当场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 一把就将绳子 套在了他的脖子上 翠花被吓得赶紧跪倒在里 大壮健壮还想替翠花解围 结果却不小心惹怒了狱警 下一秒狱警 就直接把他关进了龙的 进行高温暴晒 而他的手上 还举着一块八百斤的大石头 如果一旦松手 他就会被砸成一攀 不要钱的肉鸣 好在大壮是一个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平安无事 撑到了狱警下班 而此时 他已经全身被汗水打 失类的奄奄一息 翠花见到这一幕 十分心疼 可尽管是这样 他说了一句话 狱警二话不说 就对着他一顿 全打脚踢 兢兢几分钟的功夫 美女就被狱警 活生生打死 胆生毛的刁毛 感觉这里不能呆了 于是趁机躲进了车底下 试图想要溜出去 但不幸的是 他最后还是被监控里的狱警发现 又把他押回了监狱 为了不让监狱里的其他人犯 同样的错误 狱警直接在他的脚上 绑上了两个装满汽油的气球 随后几个狱警 就开始用脚踢气球 没过多久 气球里的汽油 就洒满了他的全身 紧接着狱警 就一把火把他点 次日典狱长 把翠花几人压到了操场 他也并不是想除掉他们 而是给他们 安排了一场 没人可以逃走的大逃杀游戏 这是唯一一个男女不分的监狱 在这里丝毫没有一点隐私可言 并且被抓到这里 就别想得出去了 因为就算是典狱长同意 围墙上的360度 无死角自动机枪 也不会同意 其实典狱长 也不是不把犯人们当人看 为了能让有能力的人 可以逃出这里 点狱长为他们准备了一场 大逃杀游戏 一是为了鼓舞狱警 锻炼捕杀能力 二是为了给犯人一次逃跑的机会 如果在天黑黑的时候 没有被他们抓到 那么就能重获自由 而翠花几人 就是点狱长选中的几个人 随着比赛的开始 所有人都开始朝着树林深处跑去 而很快点狱长 就安排狱警开着铲车 骑着骏马 被他们斩开了捕杀 尽管黄毛一口气 跑了800公里 但很快小队长就开着铲车 从后面追了上来 本以为他们会直接把黄毛铲掉 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掰断了他的手指 放跑了他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感受到猎杀的快感 而另一边的大壮 则为了躲避狱警 追杀爬到了悬崖上 但很快点狱长的八倍镜 就瞄准了他 好在最后 他及时逃到了水里 才侥幸逃过了狱警 画面一转 就在狱警请求远程协助时 史真多突然从天而降 一把就戳瞎他的眼睛 抢过来了一把枪 很快小美就赶了过来 恳求他能带上自己逃跑 可史真多并没有答应他 因为他的目标是点狱长 随后他独自一人 缓缓朝着树林进发 但很快 他就被骑马的贵妇盯上 紧接着贵妇 就从暗处用公墓 射穿了他的双手 下一秒点狱长 就开着二八年的小汽车 奉他去了西部 就在这危机时刻 小美却没意识到危险 竟然下河冲起了走 而骑马的贵妇 也在此时盯上了他 这个中年美女 正在泳池里悠闲地冲早 殊不知不远处的贵妇 已经盯上了他 一声枪响后 小美被吓得撒丫子就跑 最后他及时躲进了树洞里 可尽管是这样 贵妇也丝毫没有放过他 一眨眼的功夫 贵妇就拿起弓箭 把他送去了西部 而另一边的翠花 也被光头抢逼到了苞米地 但光头墙并没有上前去追他 而是一把火点燃了这 没有办法 翠花只能往反方向跑 可不幸的是 他最后还是和小队长 撞了一个马来 好在这关键时刻 大壮及时赶到一把 抢过他的枪 把他送去了西部 眼看着大火就要快烧过来了 大壮带着翠花 赶紧离开了这里 苞米地外面的光头墙见状 赶紧拿着杀猪刀 后面追了上来 大壮则带着翠花拼命逃跑 可跑了没多久 他们就发现前方 是一片广阔的大海 而光头墙此时也追了上来 为了增加游戏的可玩性 光头墙直接放下砍刀 就准备和大壮来一场生死活动 但经过一番打斗 光头墙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直接掏枪就准备耍赖 好在这时翠花拿起砍刀 一把送他去了西北 随后两人开始继续逃跑 可很快小队长 就开着铲车追了上来 眼看着前方已经无路可走 两人决定用吊虎离山之计 就在小队长一脸认真扫射草丛时 大壮拿起杀猪刀 就从他身后出现 狱友们也很配合地捡起地上的枪 对狱警发起了进攻 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 最后狱友们顺利逃出了监狱 而此时军方的直升机 也出现在了监狱上空 刚返回基地的狱警 还不知道咋回事 就被天上的核弹炸成了渣渣灰 故事的最后 这座可怕的监狱被成功摧毁 而大壮也和翠花过上了 幸福美好的生活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